雞有雞味,魚有魚味,牛有牛味,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又來開餐了,大家好,我是阿比 今天看到我戴太陽眼鏡,就知道又是突然片 慢著,你的幼色眼鏡去了哪裡? 我忘了戴,戴了 今天來到一海摩,吃什麼? 半哥兩肉蟹煲 對,今次受邀請來 平時想起煲仔飯? 就是煲仔飯 大排檔 但這是商場裡吃的 都是蠻高級的商場 環境相對比較好 煲仔的極節是什麼? 當然是海鮮煲,肉蟹煲 一嘗嘗嘗這間餐廳好不好 據聞這個出名就是海鮮煲 那開始看我們吃之前,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跟隔壁的粥仔 我們一出新片的時候,大家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我們一起吃包 吃之前,哈囉 你是不是要說一下交通? 對了,我們今次在連同口岸過關 坐了幾個站,大概三個小時 就去到一個海山的地鐵站 一出後一出回去,就會穿到一個比較舊的商場 然後就會來到一海摩商場 好,那我們現在進去 哇,有多少食物 首先我們進入這裡的主角 煲 沒錯,這個就是蝦蟹煲 188元人民幣 當然,可以選辣度 今次是選了味辣的 除了蝦蟹煲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煲 還有蟹煲 牛蝦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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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煲 而且煲一煲都這麼大煲 而且我看到裡面的材料也挺多的 對,這180元人民幣 我覺得是OK的 不過怎樣都好,份量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是什麼呢? 嘗試一下味道 但裡面的油不吃了,我們先吃一樣東西 吃什麼? 哦 肥仔最喜歡吃的 醬汁煲飯 沒錯 那隻蝦其實挺大隻的 嘗試一下 味道剛剛好 又有椰味 而且裡面的醬汁才有海鮮的味道 因為有蝦又有蝦 又有雞腳 在裡面 吃完後的醬汁是挺一味的 而且我想說它的辣度 不是你所說的死辣 它是慢慢滲出來的 然後再滲出海鮮的味道 嗯,所以是挺好吃 那我試試蝦的肉汁 先試一下雞腳 很軟熟 蝦的肉質都不錯 它不是梅的,是爽口 阿肥我想說 說一下雞腳 我都沒有聽過 原來有這個雞腳 會放進鍋裡 比較少見 這個雞腳很好吃 味道很香 但雞腳很容易脫開了 我喜歡吃口感 平常喝茶的鳳爪刨 最喜歡就是這種口感 對 其實我想先喝飲食 這樣吧 這個有絲梅湯 哇 清爽,加辣 是 好,等一下 煮個給你吃 當然要吃它的肉蟹 其實它另外還有一個叫高蟹布 它的蟹肉其實都挺飽滿的 而且重點是 本身怕蟹的殼會很厚很難咬 但其實它用蟹的殼很薄 加上它的肉也很淡 因為店舖外面的位置有蟹的乾 其實放了很多新鮮的蟹 哦 即是新鮮的蟹剪出來的 對 我想說蟹肉和剛才的海鮮 其實跟那個醬汁很搭 我覺得感覺上不會太膩 很油膩 但香港人只吃煲是不夠的 要試試其他一點 這個小食我覺得挺有趣的 不過我先吃飽肚的東西 就是這個 肥哥兩招牌冷麵 這個一份是15.9 這個冷麵是清涼的感覺 溫度 麵的汁很爽口 挺好吃 加上青瓜絲的爽口 一起吃 加上醬汁有點酸 很解膩 我們先試試鮮皮蛋 17.9 不過 店員說了如果是香港人 會贈送這個皮蛋 以上一位都是什麼 跟他點加的爽口 沒錯 我想說這個皮蛋也挺辣 現在採用了新鮮辣椒 所以它的椒味和辣味不同 這個椒味比較清新 雖然辣得很清新 好 我們試試我最喜歡炸的東西 先試試這個 麻田小油條 有什麼味道 好像芝麻一樣 是不是混合在一起吃 嗯 很可愛 好像釀了一些東西在裡面 麻糬 哦 因為芝麻在裡面 口感很甜 很韌韌 現在牛仔是很脆的 不錯 這個食譜當然是要 浸在醬汁上 哦 對 油澤桂的味道 對 試試 應該會吸到醬汁 嗯 嗯 這個食法也挺特別的 好吃 軟軟的 我是時候吃這個 比較酸是甜品 這個兩匙巴 好 試試 這個匙巴是鷹鷹韌韌的 一份有六條 上面灑了一些黑糖的汁 和糖粉 但我覺得味道很甜 而且炸得不錯 不會太軟了 而且這個鍋可以慢慢吃 因為它陷入有火 碰著 嗯 不怕它冷了 好了 這個套餐差不多了 是啊 如果大家想更優惠的話 可以上大終點名 因為它有不同的套餐 我們繼續吃一會兒 再做總結 好 好 我們吃完 回來 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味道不錯 第一次吃這個類型的煲 以及海鮮煲 都挺鮮甜的 我現在推薦 這個鍋裡的蝦 尤其是雞腳 我真的很好吃 很夠入味 你也不知道 剛剛我試過幾碗飯嗎 兩碗飯 汁都很棒 棒 全國有幾百間連鎖店 這裏的環境都挺舒服的 大部分都是以卡位為主 乾淨的 店員的覆劃態度 都非常之好 好了 差不多了 對 正所謂食物質素 學生討練 甚至可以突然 紅毛質素 所以大家記得 應用自己的成熟 風景 吃不吃 今期影片差不多 如果大家還想多看 關於特約影片 記得讚好分享 最重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 我們最新同的 記得留意我們的 IG、Facebook和WhatsApp 所有的鈴鐺 以防在下面講解到 另外每星期二、五晚上 十點準時開餐 另外我們每個月 都會做一次直播 想知道什麼時候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我們下一餐再見 Bye